大家好,今天就是拍六六鼎記第十九回的冊圖故事 我們先看看一幅冊圖 第十九回的冊圖 第十九回就簡單一點,只有兩個人 應該是神龍教的,神龍島 兩個背向著,我們那個就是韋小寶 跟他講解那個書身的樣子 應該是神龍教的陸先生 場景就是,韋小寶在看字畫的時候 其實他一個字都看不懂,又要扮得很冷 大肆平章,又說這首曲寫得不太好 那首曲寫得挺好 陸先生聽到,開始還沒計 他以為他真的懂事,就縮然起敬 請他提點一下 其中有什麼敗筆,有什麼好的事 希望韋小寶提點一下 上文就講到十八羅漢 怕神龍教的叛頭陀 繼續追殺韋小寶 搶他的信治皇帝給他那本四十二章經 就沿途保護他,直至下山 下山之後就交回那本信治給他那本四十二章經 給了韋小寶 那韋小寶見十八羅漢離開了 沒有了護身符之後 就怕中途都有人搶奪他四十二章經 那就不孤身一人和商議 那首先就將四十二章經 埋藏在陶經那些客棧那些牆壁之內 就想著回到經中覆命的時候 再帶精兵來拿回那本四十二章經 那就穩陣了 那途中果然有十幾個人突然之間 邀請韋小寶聚會 韋小寶都心想都不知道你是什麼水 當然沒有理他 那雙方呢就言談之中有少少誤會了 那商議就跟他們打起來了 十幾個都不夠商議打的 他突然之間 方怡就出現了 就是韋小寶之前跟小郡主 一起拍著那個大老婆 方怡 原來這十幾個人呢 就是方怡的同伴來的 那她就 是經方怡的指使 帶韋小寶去聚一聚的 那韋小寶一見到方怡就當場大喜 那跟著呢 這幾天就跟方怡一起遊玩了 那韋小寶見到 那康熙都沒有說 沒有說限時限刻要回經複命 那玩回一兩個月都沒有所謂了 那跟著方怡一直去玩 玩玩突然之間去到海邊 那還跟方怡坐起船上來 坐了幾天之後 不經不覺呢 迷迷糊糊呢 她又自己又做了路襯 竟然去到神龍島都形不自知 就是神龍教那個島 那個蛇島 那小寶和方怡呢 就上了那個島那裏呢 就走入那個樹林那裏 可能遊玩之類 就突然之間被毒蛇咬傷了 咬傷的時候呢 更加就昏迷起來了 恨德呢 那個神龍教那個潘先生 就救了她一命 那帶了她去拯救她 那醫治毒藥 那期間她就昏迷了三日三夜 那潘先生呢 更加在仇龍教那裏 找了一個自稱大師的大醫師的人 華陀那些醫術的自稱 那陸先生來救治韋小寶 給她一些藥 結果果然是醫好了韋小寶 韋小寶呢 就籌謝她 就給了二百兩銀她 雙方就言談慎般 就好像這個場景了 陸先生見到韋小寶 都好像識野之人那樣 好 顧家公子 就帶她去她的密室那裏 看看她的書畫 韋小寶就要裝曬色的東西 那樣 這幅又說寫得幾好 那幅又說不錯 又說字畫 又有些白筆 知而此類 陸先生請她指點一下 但是後來呢 陸先生是拿了一篇類似 之前 他用叛頭陀解釋過 那個石龜上面的悲謊的文字 科斗文 韋小寶見到又說 玩了東西上來 又說這幅 我認識 上面寫著熊教主先福 永享授與天齊等之類的字眼 那陸先生信以為真是大喜 認為韋小寶就真是認識一些科斗文 職場就要求她 將石龜上面那邊 那邊科斗文全部翻譯出來 那韋小寶自此就知道 賴不了 根本自己沒有了 怎麼蓋都蓋不住 最後我翻臉 就說其實自己根本就不認識 當日只不過是蒙運過 那邊騙那個叛頭陀 你叫我點物都聞不到出來 我一字不識 萬字都不識多過的字身 陸先生聽到大泰丹 當日原來 叛頭陀和陸先生收到那些信息 急於領功 就把韋小寶在石碑的文章 大讚熊教主先福允享授與天齊 威過趙雲 關張趙馬王那些 神跡之類的東西 就上報了給洪教主 洪教主大為歡喜 現在知道原來 韋小寶全部都是吹水的 糟糕了 等同欺騙他的教主 估計他和叛頭陀 如果真是欺騙教主的話 兩個萬死都不行了 難逃一死 這次大丹個大丹 心灰已爛的時候 陸先生唯有拯死一搏 就想著自己 記得在那邊吃壁壁的文 大約假設例 大約三百個波斗文 自己作了一篇大事拆俠的文章 也是寫著三百個字 就假稱是韋小寶翻譯出來的 自己不錄 叫韋小寶把波斗文的假文 全部記著韋小寶背文 沒什麼所謂 要去寫阿蘭 死記了幾天之後 他就和叛頭陀一齊 帶韋小寶去晉見 洪教主 希望洪教主不會識穿他們做事 過到一關 就可以沒事脫身 難道告訴他 受韋小寶如龍 根本沒有這些石碑聞 變成欺君 隨時被洪教主即場處死 連遲處死都不行 正是帶韋小寶去見洪教主 去到一個很大的大廳 坐到一個大廳 足夠容納千人以上 大廳的時候 早已有幾百人在這裡 分成五批 有紅 紅、青、白、黑 五批 全部都是少男少女 十幾二十歲 那些小孩子之類 中間還有兩張大椅 他們稍後一兩個時辰 就有兩個人進來坐下去 一個就是洪教主 當然看上去六七十歲 另外那個 就是二十多歲 原來時候才知道 這個就是洪教主的夫人 還是非常美艷 那麥小寶看到眼睛都定了 看一看 那個洪教主夫人 似乎比方兒還漂亮 那麽跟著這個場景 那些少男少女 好像早已經背熟了文章 那麽 第一時間 就在這兒叫喊喊喊 了 講什麽 洪教主 先伏齊天高 教眾中至當頭照 教主洗溫萬年傳 神龍悲天陳仰望 教主聲歸 蔡白波 個個身為教主 身人人死為教主死 話教主如同日月光 另外一批說 教主寶君時刻在生 見功刻的無事不成 然後有些人說 洪教師師傅影響授義天柴 一大堆阿如鳳城的人 偉小哥聽到真的 眼睛都禽盲 大家看回這篇集圖 有沒有一點點回憶呢 拜拜